他也是这个项目的奥运冠军获得者 在东京奥运赛场 谢思义单双人都拿到金牌 太美了 这绝对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 刚刚排名第一的王宗元和张文奥 单跳得分是86.7 谢思义应该是要超过他们了 谢思义是一个特别能拼的选手 即便是在自己有伤的那两个赛季当中 也是尽可能地追求完美 现在身体状态还是保持得不错 对于今天的这枚金牌也是志在必得 虽然在整场比赛里面 他的难度并不是最高的 只排在第三位 谢思义这一轮难度是成套动作的挖地 只有3.3 反身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 能够抓得住的话 对于整套动作的这个名次的保持 还是很关键的 起码要跳到8.5以上 嗯 哈喽又太保守了 可能是要超过这个标准了 谢思义在之前的两轮当中 分别是跳了79分和87分 9分 9分 9.5 9分 8分 9分 值得分 89.10 本轮成绩已经显示大规模了 今天有两位广东队的选手 是排在第一和第二 进入到这个单项的决赛的 其实广东队的男子跳板 也一直是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在谢思义之前 有何冲何超兄弟 还有罗玉通 这是在08周期前后 非常出色的选手 力定起跳 所以起跳的高度 跟走板起跳相比 要稍微的吃一点亏 很棒啊 这是谢思义的一个 常规的质量 基本上在8.59分的水准 在多场比赛当中 207报西这个动作 他都是要跳到93到95 8.5和9分的占比不太一样 今天谢思义 确实发挥的太完美了 前面三轮 都是百分百 跳出了自己的 几乎是最好水平 这个动作 对于谢思义本人来讲 完成的并不算很好 多少有一点失误 从以往 他的307的表现来看 常规的成绩 应该是在9分左右的水准 今天应该是在8分左右 单跳是84分 有效分 是8分 这个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半躯体 谢思义确实非常的严谨啊 即便是立定起跳的动作 也是要先在跳板后面站稳了 量好了自己的不点 然后再往前走 他的每一次启动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很不错的一个动作 起跳高 空中姿态好 要知道这是一个三周半躯体 能够完成出这样的质量 真的是很令人钦佩了 入水的角度稍过了一点点 没有太大的问题 94.35分 它的常规水准 基本上是在102到105之间 哦呦 谢思义啊 结合一跳也是有点小失误 拿到冠军应该是问题不大 今天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疲劳 来到最后一轮 角度有一些不够 单跳动作是拿到了85.5 总分541.95分 领先第二名王宗元12.3分 获得了这枚金牌